我当中坦诚啊 亲民党受到了财力物力的限制 而且承受许多的压力 目前联署的战略是重植不重量 而政治评论家胡忠信则预言啊 即使没有宋楚瑜 单单双英对决 票数也会相差四十万票 我们是想一定要 要造个气势 但是我们真的是受到很多的 一个是钱的压迫 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多赞 第二个当然也有很多受到 或者是自我幻想 或者真的受到国民党的打压 这也有 但是也有一些受到大陆 像有些台商 可能也不是大陆中央的意思 可能地方党部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确说 但是我们后来忽然发现 我们要看联署的职 所以我们要看这些 支持我们的是哪一类的人 后来从这里 我们找到很多生机跟希望 所以这可能是说 这个时候讲说 可能我们觉得够了 我们不太追求这个量是虚的 它是气势 但气势是虚的 我们要从这个职去发挥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 目前我们的战略 会从这个 所以我们会考虑到 但是我还是一个感觉 我是希望 不要变成是相杀 变成相杀的话 我们会打得很漂亮 但相对是国民党会很难看 我跟一位国民党 绝对是选举专家 不语不语 他说马比菜 多四十万票 但是是宋主义没有进场的前提 是 换句话说 宋主义变关键少数了 虽然我们上礼拜 我们谈七十万 情志单位 服票七十万 我认为七十万还是保守的 但是 现在是马比菜 我们俩自己精算 四十万 好吧 就给你七十万吧 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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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主义是关键少数 是 那我说 如果马下比菜多七十万 算是关键少数 第二个是 我跟不同的党 也就是国民党 我不要讲哪些人 我不要讲哪些人 免得对号入众 看到媒体打马金 是暗爽 他们讲出来 那种爽的表情 让我想起 汪笨吾最喜欢讲一句话 煮四十万 不快送就好了 奇怪 马总统金人生 你们怎么党内敌人那么多 刚刚听到 这是名嘴之间 非常独到的见解 不过接下来 我们则是要带你来看看 在两岸方面 中国大陆的天津 有一处意大利风景区 是这几年非常热门的名胜景点